我自己是民間舞很專業的 我同時很喜歡 Hip Hop Jazz Pop 像Michael Jackson這些Jazz Pop的算器 我就嘗試用民間舞的表達方式 和 Hip Hop和 Pop Jazz 混合一起玩 之前有在芭樂平台做過兩個劇模 一個是指引 一個是滿滿寒健鳥 指引應該是用衛族 即是衛吾爾族 新疆舞的素材和 Hip Hop結合 滿滿寒健鳥是用手筋花 手筋花就是東北陰歌 因為我覺得這兩種民間舞的節奏 和他們的處理方式和 Hip Hop很相似 Hip Hop其實都是我們街頭向尾的人 吃完飯 下班之後 大家在一起 特別是豪生仔 豪生女 大家拿一個那時的錄音機 去街頭 去跳舞 做民間舞 那些都是吃完飯之後 拿一個筷子 拿一個盤 但他們的節奏處理都是很接近的 都很喜歡那些切分節奏 兩個比較捷地氣的草根文化 可以在西方和東方中間有一個碰撞 這陣子我又很有趣 又想玩一些新的東西 因為我又很喜歡太極 我覺得它和 Hip Hop 又有得玩 因為一 太極是中國元素 二 太極的氣質和 Hip Hop 是完全兩件事 好像冰和火一樣 你打太極拳的時候 當時你的心要沉下來 從裏面透出來 是一個平整 祥和的感覺 Hip Hop 又是很火燃 很動 很爆炸性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他們兩個 一個冰 一個火 一定要火花 星期日平時都會和太太去逛街市 買一些菜 回來煮東西 其實街市那個地方很奇特 對我來說 其實它都是一個很捷地氣的環境 可以說 有時你和一些人聊天 你和一些老闆 聊天 你可以感覺到它那一刻的程序 以及那個時期的生活狀態 這個對我來說很重要 因為創作人就是利益與生活 靈感利益與生活 再回家生活 用自己作品再回家生活 所以我就反饋給觀眾 所以 Hip Hop 和民間舞 都是一種很捷地氣的舞動藥 街市都是一種很捷地氣的生活環境 我就是很捷地氣